巴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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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一路就却被意外 当带着你的呼唤 修出百变的心态 让我们牵手 寻找未知的精彩 为了这个家园战士 英雄的乞丐 小八成 我名字叫哥德 每一刻 这门就是为你开着 做好扶我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超学先锋 不论什么时候发起警报 小八哥德马上赶到 超学先锋与你肩并肩 解决问题守护你的笑 计划就在心中 再多先祖也不怕累 小八成 我名字叫哥德 每一刻 车门就是为你开着 做好扶我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超学先锋 阿丽 好了没呀 我还有很快 数三秒 一二三 阿丽 这又是你设计的神秘作品吗 没错 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哇 可恶 阿丽 这都是用飞机一拉罐做的吗 当然 我可是收集了好久的一拉罐 哦 这里还缺少一点 哦 幸好及时补救 阿丽 虽然一拉罐不是这样用的 可是 真的超级棒呢 变飞为宝 是个不错的主意 我可是环邦小能手哟 阿丽 你还打算做其他造型吗 当然 嗯 下次就坐一架飞机吧 你要帮忙吗 嗯 我可是很忙的哟 当然 如果你强烈要求 独独飞机的造型结构 真不是个容易的事 这可麻烦了 希望没把你皱坏了 你的东西还没拿呀 放心 我会负责的 丧与超学先锋队品尝 道僧爷爷 哇 是阿丽的爷爷 得赶紧回去交给阿丽 爷爷 谢谢您的水果 我们已经收到了 你们喜欢就好 嗯 这是怎么了 放心吧 只是些风滚草 一会儿没人清理 这些小东西又把家畜捧堵了 我该工作了 阿丽 回见 大家好像 有话要说哦 阿丽 你爷爷是果农吗 嗯 不是的 我爷爷其实是个开荒人 每年沙漠绿洲的播种季节来临 爷爷都会一个人前往内陆西部开发 爷爷在西部因地制宜建立了个绿洲农场 种植业 养植业 农产品加工业 应有尽有 除了开发荒地 爷爷还帮助当地发展特色种植 人人都夸赞 爷爷种植的瓜果香甜呢 嗯 嗯 怎么就剩一点了 大家吃得也太快了吧 因为使得太好吃了 看来还哪叫爷爷在记忆乡才行 真好吃 没错 话说 刀僧爷爷真厉害 种植的水果比超市里更香甜美味 或许是刀僧爷爷有什么秘密武器 哇 什么秘密武器 都不是啦 其实是因为西部昼夜温差大 光照时间长 昼夜温差大 光照时间长 对哦 西部干旱少雨 晴天居多 百天温度高 光照时间长 瓜果能够进行充足的光合作用 制造淀粉 糖分等养分物质 相反 夜晚因为温度低 植物减弱呼吸作用 养分消耗少 所以瓜果养分得到积累 瓜果就会又大又甜 看来西部也是个不错的地方 啊 嗯 甜甜 发生什么了吗 是道僧爷爷 哦 爷爷怎么了 一起来看看 怎么没有人呢 啊 啊 爷爷 阿丽 又见面了 爷爷 你怎么征服模样 都怪我小瞧了风滚草 现在农场受到了风滚草的袭击 啊 啊 就像你们看到的 风滚草侵占了农场 现在就连家畜和地理的农作物 都受到了影响 所以我希望 潮雪先锋队能够来到西部 啊 帮助农场度过危机 啊 信号断了 啊 爷爷 塞拉斯 我们快去救爷爷吧 行动吧 等等 阿丽 虽然情况紧急 可是根据我的计算 仅凭着哥德的最高速度 我们到达西部农场 也需要五个小时 曼妮莎说得对 更何况 我们之间还隔着海洋和陆地 这可怎么办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快速度过上千里陆地和海洋的方法 不如我们提高哥德的速度吧 可以 嘿 伙伴们 你们想坐一次飞机吗 当然 各就各位 脑洞大开 超悬能量球集合 Science 代表科学 Technology 代表技术 Engineering 代表工程 Arts 代表艺术 Mathematics 代表数学 Atletics 代表运动 这一切组成了 超悬先锋 超悬得料 哥德变身 耶 起飞喽 起飞喽 阿力 刀僧爷爷一定会没事的 谢谢小金 我只是惊讶 一株植物会有那么大的威力 阿力 阿力 风滚草可是强劲的对手呢 风滚草 是戈壁沙漠里常见的一种植物 它们隐藏在草丛中 生命力非常顽强 但风滚草干枯后 会发挥风滚波种的特性 四处滚动 而且它们不仅会阻碍交通 还会携带害虫入侵 感染家畜生病 和造成生态破坏 真是不容小趣啊 塞拉斯 那风滚草就没有什么好处吗 当然有 风滚草具有药用价值 对高血压有一定的疗效 可以缓解头痛 它还可以作为燃料 和制作小玩意儿 看来事物都有两面性 没错 哦 好像不太安全 风滚草都积满了农场 我要赶快找到爷爷 安丽 安丽 小心 安丽 别急 我们先用无人侦察机 嗯 艾迪 交给你了 没问题 启动 找到了 在家厨房里 太好了 哥德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没问题 超学能量 哥德变身 产生哥德 你们都快点了 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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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爷爷 爷爷 你快醒醒 我是阿丽 爷爷 大家仔细听听 道森爷爷在打呼噜 爷爷 阿丽 你们来了 爷爷 你没事吧 放心吧 爷爷的身体可强壮了 刚才只是犯困睡着了 农场的风滚草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先锋队果真名不虚传呢 只是这一堆风滚草该怎么办呢 放火燃烧 小鸡 这样会造成环境污染的 而且不对风滚草进行防范 下一次风滚草还会袭击农场 风滚草不能烧 我们也许可以利用起来 嗯 这办法可行 那怎么预防风滚草呢 做围栏吗 可是你们看 也许我们可以做个结实的围栏 就像机器人的手臂一样结实 它还可以作为燃料和制作小玩意儿 对啊 塞拉斯 我们可以用风滚草来预防风滚草呀 就是用风滚草做成大型工艺品 然后用这些工艺品做成围栏 没错 好样的 那我们开始行动吧 好耶 等等 我还有个问题 我对比了一下 我们的人数和风滚草不成正比 也许我们要找市长支援了 嗯 盗森爷爷说得对 田田 麻烦联系市长 嗯 明白 嗯 出发 田田 你负责组织这些机器人 明白 曼咪莎 你计算一下工艺品的设计尺寸 没问题 艾迪 小金 哥德 我们一起协助阿力 收到 哈哈 啊 阿力 你的设计太棒了 这下不用担心风滚草洗衣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市长先生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乐意之志 期待我们下一场的合作 再见 萨拉斯 姐姐 水果大餐就要开始了 来了 太丰富了 我们快顿起来了 欢迎你们常来 今天真是谢谢大家的帮助了 爷爷 不要客气哦 小金 你的嘴 而且我们还会把风滚草带回基地研究 寻找从根本上预防风滚草的方法 话说 这里的星空真美啊 比城市里的还要漂亮 那是因为这里的大气层没有受到污染哦 那下次我还要多多继续废物利用 阿丽 你还真是有风滚草 坚持不懈的精神呀 孩子们 我们要敬畏大自然 毕竟一棵小小的草 就能超乎想象 嗯 同意 那就让我们继续加油吧 加油 好长的杆子 田田 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哥德 这是帆船的桅杆 待会儿你就知道它的用处啦 哦 完成 哦 今天好热啊 没错呢 阿丽 二氧化碳排放增加 导致全球气候变暖 一年比一年热 田田 再热下去 所有冰川都会融化吧 阿丽 有这种可能哦 哦 啊 太可怕了 哦 所以 我们要多使用清洁能源 减少碳排放 阿丽 阿丽 来帮个忙 哇 好大呀 这又是什么 噗噗 哥德 这是帆船的风帆 哦 好热 把风帆挂在尾杆上 就能利用风力让船动起来 哇 好好玩 还有帆船的方向盘 船舵 风帆配合船舵就能让帆船转向 明白 船舵就是方向盘 伙伴们 等帆船船坐好 我们就出海航行吧 太棒了 算了 我现在只想钻进冰箱里 冬天怎么还没来啊 阿丽 等到了冬天 你肯定又会显冷的 嗯 再冷 我都受得了 这么热的天气 我请你吃冰粿吧 都怪这个鬼天气 明日新闻台五千报道 现在播报紧急新闻 借向台最新消息 明日岛气温下降 目前是38摄氏度 哦 不对 是30摄氏度 啊 15摄氏度 哇哦 不热了耶 耶 我可以舔很久很久 莉莉 这次我真的买回来了 哇 大海 我来了 有没有觉得凉快了很多 哦 真的耶 会不会凉快过头了 你们看 哇 水吃结冰了 我没看错吧 刚才还那么热 这也太奇怪了 塞拉斯 出什么事了 明日岛出现异常 气温在不断下降 塞拉斯 对 夏天两快一点点 不是很好吗 埃迪 可不只是一点点 气温比往年至少降低了20摄氏度呢 好 你们看 哇 大家看上去都斗坏了 不停地斗啊 斗 小鸡说得没错 要赶紧帮助大家 哥德 变身运输车 我们要给大家运送超学先锋队 研制的保暖衣 明白 各就各位 脑洞大开 超悬防量球集合 Science 代表科学 Technology 代表技术 Engineering 代表工程 Art 代表艺术 Mathematics 代表数学 Atlantics 代表运动 这一线组成了 超鞋先锋 超鞋的变化 可可变身 东城运输车的灯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我们的保暖衣 搬运完毕 超学先锋 出发 大家分头行动 大家分头行动 看我的 好暖啊 全部接住 跟上毯子 小心着了 好 谢谢你 终于能动了 成功 还有这个 好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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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那你呢 那你呢 我 我不冷 不 冷 不冷 我们一起盖吧 我们一起盖吧 冷冷大作战 成功 并没有呢 小金 我们还要查清楚 是怎么回事 各地温度测量结果 传回来了 看 码头那边气温最低 我们要去那里调查 嗯 哇 感觉 越来越冷了 嗯 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 啊 海面上有东西 它在飘 我看到了 是座山 会飘的山 哇 太酷了 等等 那是一座 大冰山 我的无人机 已经拍到冰山的样子了 哇 好暖啊 它在不断靠近 明日到气温下降 都是因为这个大冰山 奇怪 冰山从哪里来的 一定是从超大 超大的冰箱里溜了 出不出来的 小金 你说对了哟 这个超大的冰箱 就是南极 南极那里 几千年来 一直非常寒冷 冻住了很多冰层 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南极冰川融化 许多分离开的冰山 在洋流的作用下 漂流到这里 它流到可够远的 不过 它为我们带来了清凉 还有麻烦呢 艾迪 过往的船只很容易撞上冰山 非常危险 的确有点麻烦 我们可以发布预警信息 让船只躲开 可明日岛躲不开呀 风正吹着冰山朝明日岛飘来 根据计算 再有两个小时就会撞上 天呐 这太糟糕了 有办法 让冰山沉到海底吗 那样就不会被撞到了 阿丽 冰的密度比海水小 所以能漂浮在海上 而且冰山露出海面的 只是一小块 下面还有一大块呢 我有办法 把冰山融化就行了 小青 那要好久呢 而且冰山是宝贵的淡水资源 融化掉太浪费了 如果冰山能改变方向 可是 我有个想法 田田 现在风力怎么样 非常巧 艾迪 你问这个干什么 看 这些冰柱 是不是很像帆船的围杆 如果我们给它装上风帆 啊 还有船舵 冰山就能成为了冰帆船 那我们可以改变冰山移动方向 让它远离明日岛 就是这样 时间不够呀 我们需要制作很大很大的风帆和船舵 它们就在眼前 那块大木板 可以用来做船舵装置 嗯 好主意 我们赶紧行动 缝纫漆模式 启动 开始缝合 一 二 三 加油 伙伴们 冰帆船改造行动 开始 好 叶 船舵安装完成 嗯 艾迪 握住 握住 怎么穿了保暖衣 还是那么冷呢 那就多加一件吧 啊 感觉好多了 谢谢你 甜甜 我有点想念夏天了 贪凉和贪热 对身体都不好哦 啊 你说的对 甜甜 安装完毕 可以升起风帆 让我来 哇 好重哦 我可以帮忙 布布 哥德 变身起重机 嗯 中 哥德变身 工程钓匹车 哥德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起重机 哥德 准备救去 我是大力士 船员们 升翻喽 是 转转 明日岛 紧急规避 风帆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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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风帆转向 是 风帆转向 风帆转向 成了 下车 成了 船员们 别着急 我们还要把冰山 带到需要它的地方去 我知道一个地方 这有座沙漠小岛 那里的人非常需要带水 到那之前 冰山会融化缩小一半 不用担心它会给小岛带来麻烦 那么船员们 目标沙漠小岛 出发 听独眼海盗王艾迪的秘力 行动起来 海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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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盗王